这 大人您这是为什么您有何苦呢 别说了 我自己的事 与其说我不能面对我父亲 还不如说我不能面对这位老猿外 你走什么呀 我又没说什么 我没走啊 林姑 你觉着这个案子 会是什么结果呢 反正我知道 把案的凶手绝不可能是柳氏 可是不对啊 李唐被杀 三百两银子不翼而飞 柳旭儿连夜出逃 他脱不了干系 可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 她是不可能杀害自己的丈夫的 你怎么知道 大人 你给他把锅卖 而且还给他开了三副 保胎的药方 你快成精了呀你 这都是跟大人学的 林姑 从这把刀上看出什么没有 你看啊 如果这要是凶器的话 那它的两面都应该是沾着血迹的 而这把刀呢 只有朝地的一面有血 而另外一面是干干净净的 这是七一 七二 我们验尸阁路上写得清楚 尸体的伤口是两头尖小 中间宽 而且长不过两寸 你看这把刀 长三寸 宽才五分 这怎么会是凶器呢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把刀 根本不是本案的凶器 为什么会留在现场 因为有人想用它嫁祸于人 嫁祸谁 当然是柳氏 何以见得 大人想想看 这把刀当时是在柳氏的手中 让我们会顺理成章地想到 是柳氏用它杀了人 然后弃刀潜逃 对 为什么有人 要嫁祸柳氏呢 大人 这就是家父留给他 做防身用的 没想到 他却用此杀死了亲父 林谷 你在想什么 大人 其实你心里早已经有一个 谋杀礼堂 又想要置柳氏于死地的嫌疑人 对啊 这才是杀人的凶器嘛 林公 这把刀的口盒和验尸阁路上 记载的是一样的吧 对 大人 既然作案的凶器 被抛在李府门前的池塘里 这把刀不是抛进去的 是凶手在杀完人以后 不慎落入水中的 我想起来了 我们是看到池塘边青石砖上的那个刀科的痕迹 才顺藤摸瓜找到这把凶器的 这又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凶手作案之后 逃离的方向是城东 而柳氏回娘家的方向是城西 这位柳氏再次脱衔提供了证据 这就对了嘛 其实啊 我早就在想 凭了柳氏也干不了谋杀亲夫的勾当 如今看来啊 本案并不复杂 大人 你想啊 这个礼堂当日从丈人家带回三百两银子 案发后三百两银子就不翼而飞了 而我们在礼府门前池塘发现了这把作案的凶器 由此可见 这是一起外贼入室盗窃杀人案 只要我们把本地犯有钱科的大道小贼 严加审问 一一居拿 便不能找到本案的凶手 本官倒是非常愿意相信你说的这个外贼入室谋财害命 是吧 但是我们有个谜先得解开 什么谜啊 你看啊 何氏说 李堂离家之时并未喝酒 而柳氏说 李堂到家的时候呢 大罪而归 这两个人说的相去甚远啊 那就说这两个女人有一个在撒谎 可是现场酒气熏天 这说明柳氏是没有撒谎的 那就是何氏在撒谎 不是何氏就是柳氏 你这想的简单呢 这不明摆着的吗 明摆着什么啊 何氏的父亲也证实 李堂离开他们家的时候是没有喝酒的 这说明何氏也是没有撒谎的呀 这就奇怪了 不奇怪啊 你看啊 何氏说 李堂是何氏离家的 出庚天 出庚 柳氏说 李堂是什么时候到家的 四庚天 四庚 这中间有了三四个时辰的出入 这就是迷命 想明白了吗 我知道了 大人 那就是 李堂在丈人家 其实并没喝酒 而是出了丈人家 在某处喝得明顶大醉 才回得家 对啊 重要的是 他在何地与何人喝的酒 这才是谜底 辈子明白 我这里去把谜底找出来 别忘了 城东方向 明白了 大人 这个鹰姑娘心细 让她跟我一起去吧 那不行 鹰姑得跟我去狱中破一个更大的谜 还有什么谜 这个小东西 它是怎么成为杀人栽赃的物证 宋大人到 柳氏 柳氏快起来 宋大人来了 大人请 柳氏儿 见了本关为什么这样 大人把我关在这里 已经有数日了 却对明女不审不问的 你丈夫连命都没了 你受这么点委屈都受不了啊 要是真能跟我家相公洗血冤仇 我就是受天大的委屈 也无怨无悔的 可是你把我关在这儿 那真正的凶手 岂不是交要妨碍了 真正的凶手 柳氏儿 那你说 那个杀死你的丈夫 又想栽赃于你的凶手 究竟是谁 谁会栽赃火 你说呢 不会吧 自从我嫁到李家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都未曾与什么人结下冤仇 谁会来陷害我呢 可是你家大娘子说 案发当日那把刀是在你手上 对了 正是 你看似柔弱 怎么会喜欢摆能那种力气 我平时最怕碰那些玩意儿了 可是那把刀案发当日 确实是在你手上 是这样的 那天 我家相公要跟大姐 去给他岳父祝寿 怕我一个人在家害怕 所以把那把刀 交到我的手上 让我帮身用的 你丈夫如何把刀交给你的 你还记得吗 这几天的事 当然记得 从头细说 不要有任何遗漏 明天一早回来再说吧 明天早上才回来 那我一个人在家会害怕的 害怕 我们家虽然不景气 但是从不闹鬼 你害什么怕呀 你等会儿 小娘子 你把这个刀子 放在枕头边上 到晚上你能撞个头 你家大娘子 又是怎么知道 刀在你手上的呢 那天大节也就在屋子里呀 为什么刚才不说 这跟我家相公的死 没什么关系吧 不一定 这说不定就是你家相公死的关键 你家大娘子什么时候进屋的 从头细说 相公 我要是真能给你生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你就肯出去干一番大事 这么跟你说 你要是真能给我生个一难半年 我 礼堂就是当牛做马 我也心甘情愿的 那我就告诉你吧 相公 我 相公 大姐 今天是我父子六十的寿臣 你我去还是不去 这么说是你把话刚说到一半 你家大娘子就进来了 是吗 正是 你想跟你丈夫说什么 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刚才喝的那个保胎药啊 就是我们大人给你开的药方 谢谢大人 其实当时我正想跟我们家相公说 我身怀有孕的事 而你的话刚说到一半 你家大娘子就进屋来 换言之 就是她阻止了 你向你丈夫报告这个喜讯是吗 我想 不是我家大姐有意阻止的吧 是我自己见她进来 我没好意思说 你的意思是碰巧了吗 难道不是吗 也许吧 无巧不成书嘛 本来人世间就有很多巧合的事情 要这么说 你家大娘子还是看见那把刀在你手里了 其实是我家大姐 亲手把刀交给我的 你说什么 那天我家相公要把刀交给我 我害怕 他就把刀放在案子上 后来是我家相公先出去的 然后我家大姐 走之前就把刀 又亲自交到我的手上 让我放身 这左眼皮跳是凶事气 我只听说过生死游命富贵在天 跟眼皮子跳可没关系 你给我住口 从你嘴里又听不出好话来 行了我走了啊 早点回来啊 雪儿妹妹 你呀还是把她放在枕头边上 也好给你状个胆儿 李唐娶大那小本无可厚费 但如果她要厚此薄彼的话 那就难怪你家大娘子心存不满了 大人 你不会是怀疑我家大姐 不会是她的 不会的 刘雪儿 看来你对你家大姐也是所知而耳啊 这不是提醒司的捕头大哥吗 蒋老板 发财啊 财神不上门 发个屁财 会长嘴呗 你客气了 像贾老板这样 以低价买进人家祖传的上等红幕 再以高价卖出 你不发财 谁能发财 这生意嘛 谁不是贱买贵卖的呀 这没什么不对的呀 捕头大哥 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 这李唐的案子是不是就算是破了 什么叫算是破了 难道真是李唐那个如花似玉的小老婆谋杀亲夫 怎么了 提醒官就没怀疑过什么别的人 你说应该怀疑谁啊 我哪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瞎扔了什么 不是 是这样 我跟李唐刚做完生意 他就这么突然死了 我觉得心里挺不是滋味 随便问问 来 随便问 算我没说 算我没说 你走好 走 英姑 你是个女子 本官今天带你去 你听那女子这么一说 你有什么感想啊 嗯 李唐生前有两个非常爱的女人 没问你风花雪月 本官问的是 我说的也不是风花雪月 其实啊 何氏和柳氏一样深爱着自己的丈夫 可是李唐呢 对柳氏是百般的宠爱 使何氏呢 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所谓爱之深恨之切 女人呀 往往会因此而不顾一切的 你说我说的对吗 嗯 这点你比我看得透 以为我是女人呢 英姑 那这么说 当时留下你并不算错 你现在说这个是不是晚了点 那这么说 照你看来 何氏应该是有作案动机的 可是当天晚上 何氏是在十几里外的娘家 她是没有时机的呀 有三百两银子 并不一定是她亲自下手 你的意思是说 她有帮凶 现在还不好说 看看吧 看看捕头照能找到什么线索 你笑什么呀 我们呀 笑你像兔子一样 我怎么像兔子了 耳朵长啊 这女人哪 除了小九酷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你 那英姑你别跟她斗 这不明摆着无功而返吗 大人 我岂止是无功而返 我简直是一无所获 这不都一样吗 大人 被知无能 没有找出谜底 你想怎么发就怎么发吧 一个堂堂七尺男子汉 承认错误 倒是一点都不含乌啊 你这个丫头骗子 少跟我冷嘲热讽行不行 有本事 你去把谜底找出来 大人 让你别跟她斗 行了 赵捕头 咱们别听她的 说说看 你找到什么线索 大人 这李唐当日从岳父家喝完酒回家 他必然是从东门入城 而从城门到李家庄院 共有大大小小四家酒司饭庄 我是哀家茶坊 在案发日并没有一家接待过李唐喝酒 甚至没有一个人看见过李唐经过 后来我回头一想 大人你说我这不是傻吗 至此凶案发生之际 人人避险上恐不及 谁愿意说在案发日见过被害人呢 即便是他招待过李唐喝酒 那也不愿意告诉我呀 所以这大海捞针啊 我是白费力了 不急啊不急 大海捞针不行 咱们就守株待兔 经过 把我的衣服拿来 本官知道一处不错的茶楼 你跟我一块去喝喝茶 大人 这案子的线索一丝都没有 我哪有心思去喝茶呀 说不定谜底就在茶楼里呢 你是说那个凶手是开茶楼的 大人让你去找谜底 你是空手而归 现在请你去喝茶 你还老大不愿意 你要是不愿意去 大人我跟你一块去 走咱们走 大人大人 我看这喝茶呢 还是我跟您去吧 你要喝茶啊 自己在家煮着喝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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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不是一只寻常的苍蝇 是他 怎么了 他向我打听过案情 怎么不早说呀你 我以为他只是想低价收购李家的祖传家具的 这回他可不是冲着红木家具来的 谁呀 我 千古悠悠 有多少鸢 吉他 空唱话 人欢无限 从生哀怨 气血 鸭银虫笑苍天 五三敌银 苏白烈 参与僧 周旗烈烈风 既出一散 青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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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散 十枢 送头转